各位默示烽火台 观众们平安 许久不见了 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的题目 叫做喵喵喵 喵喵喵 那个喵要中吗 各位看完都很聪明的知道我在说啥 因为最近这个 大家都知道油管管制的厉害我只能用这样子的通关密语 跟大家来讲述这件的事情 好那么一切都从源头说起 各位9月4号的时候班农的战情室 他邀请了两位重量级的 讲员 跟他一起来访谈 那么其中一位呢 是Dr. Malone 另外一位是Peter Navarra 那这两位呢就是在2020年的2月份左右呢 当那个川普总统开始他进行的这一个疫苗计划的时候呢 这两位就是最主要的推动者 然后这个Dr. Malone 他自己 就是这个RNA的疫苗的发明者 然后这个Peter Navarra 他是政策上的执行者 所以呢经过这一个 当场 一起 跟班农在一起的访谈里面呢 就还原了当初他们做这个疫苗计划的时候 最原始的初衷 是什么跟他们的认知是什么 还有他的政策是什么 那么这里面呢有几个非常 重要的点 第一个点呢 就是说这两位 他们都告诉我们说 当初他们所 制定的这个政策呢 最主要叫做Targeted 就是是有目标性的 他们是只有呢 认为这个疫苗呢是要把他打在特定的族群上面的 不是给 所有的人的 不是 Universal 他是Targeted 不是Universal 那 给什么样特定的族群呢 就是给年纪 大概70岁 左右 7岁以上 然后呢 有很多慢性病的 这一群人 因为他是高维选群 当他们得到的这个 病毒的时候呢 他们会引发 很多的病发症出来 OK 可是呢 并没有打算要给一般的年轻人 更不用说小孩子了 他完全根本他整个政策上不是这样 那么他的政策呢是 两条并行的路 一条就是刚刚讲的 他们 发展这个疫苗呢 先把这一群高危险群的呢 让他们接种 这样接种的话 就是说可以降低他们的那个死亡率 当然这里面是有风险 他讲的也很清楚 可是要比较这个 那一个族群的人 他们的死亡的比例 如果得到了以后 他那个死亡率 跟那个 打这个 苗的风险呢 那么 比较起来呢 这个 认为这样子还是 一个 好的计划 是 划算的 是 是值得做的 一件事情 可是呢 对于 不是在这个族群以外的呢 他们讲的叫therapeutic 治疗 那而且呢 治疗就是在第1时间就治疗 第1时间治疗就是你得到以后就治疗 治疗用什么方式 他们也讲很清楚 就是说 用魁灵 直接就讲 就是魁灵 还有 搭配其他的鸡尾酒的方式 魁灵再加上 新再加上什么其他的 来治疗 他讲的就是说 这样子的话呢 让那一些不是属于这些高危险群的这些人呢 他们呢 通过身体的免疫系统 OK 配合这个 刚刚所讲的这个therapeutic 把他这个治疗的方式呢 这样子呢 让他们身体呢 自然的去胜过这个病毒 然后就产生 这个 抗体 OK 所以这是一个双线并行的 一个政策 OK 可是呢 现在呢 被这一些 被拜登政府 还有全球的 这一些的政府们 拿来当做说呢 从小到大 从大到小 每一个人都要打 然后甚至把他发展成疫苗护照 这个呢 他们说他们一看一早呢 就已经在几个月前呢 就已经不断的发生 就讲说这个不是他们当初所制定的政策 这个也不是 特马隆呢 他的那个 设计这个 RNA疫苗的 初衷 他也反对这样子做 可是呢 完全都被禁声了 好 所以的这个了解这个源头是非常重要 进一步的呢 这个马隆呢 他又讲的 令人 非常非常非常的 惊讶的一个事情 他居然说啊 现在呢 因为 有这一些的大批的施打下来了 以后呢 现在的这个美国的疾病管制局呢 他们呢 也有开始在注意很多的报告 就是后遗症 或产生的不良的效果的这些报告 那么他讲一个点 他说好 那我们现在来检视这两种 方式 然后他有讲说这两种方式 现在已经 有足够的资料 最少呢 以目前来讲所累积到的那些资料呢 已经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是什么呢 很惊人的 就是说 你如果是通过 第二种方法 是你得到了这个病毒 可是呢 通过治疗然后通过 上帝给你的这个 身体的免疫系统 然后发展出来的抗体 他说 二十倍 对 二十倍 再讲一句 二十到 二十倍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说你通过 这样子的身体的自然免疫 去克服了这个病毒 以后产生的抗体呢 他呢在对付 之后的 那个变种的病毒上面呢 这个人呢 他的抗疫的能力呢 免疫能力是 比那个接种 这一个RNA疫苗的呢 要多 二十倍 抵抗力多 二十倍 二十倍 我总共讲了六次 好 那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 第二点 他在讲到说这个 这样子无限施打 你这样子产 就说用完全等于是 连就是这样从 年纪大的 一直到年轻的 到十二岁以下 甚至到小学血统现在 居然还讲到要打婴孩 连婴孩都要施打 他说好 这样子呢 反而 会造成人类的灾祸 为什么会造成人类的灾祸呢 因为呢 你把这个 因为 这样子的这个大规模的施打以后呢 他会产生那个逃逸现象 什么叫逃逸现象 就是说呢 那个 你把 病毒的这个RNA 种到人的身体以后呢 人体的细胞自然 去制造 通过人体的细胞去制造了 这一个病毒的 spike 那个蛋白质 就上面那个基次的那个 冠状病毒上面那个基次的那个蛋白 那一个的RNA被打进去身体以后 身体开始制造这个出来 结果呢 之后呢 会产生了呢 很多是 这个病毒呢 就在你里面呢 会开始产生变种 就是说他逃过了这个疫苗 本身的 对他的限制 那个叫做逃逸现象 然后呢 这个才产生出的这种变种呢 他会变得更强大 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他就说就好像 那个抗生素 你如果抗生素那个烂打 就是你打太过量 常常打的话 以后呢 你再打抗生素是没有效的 OK为什么 因为反而呢 一代一代的去增强了 那一个 病毒呢 他适应的能力 OK那同样的道理呢 像这样子RNA的疫苗呢 当他们 实实在在已经告诉你 包括 他又讲说呢 他们知道说这个 每一次打的那个疫苗啊 最多只能四个月 他只能有四个月的效 有效期而已 所以呢 而且他跟不上后面的变种速度 OK 那你想想看这个全世界这么多人都打了以后 那 他本来在身体面是没有那一个病毒的 他打了以后身体开始制造那个病毒 那本来以为说是让你身体的免疫系统 白血球啦这些的 去把他给杀死 然后呢 呃 有产生的这个抗体 结果没有想到呢 反而制造出来了呢 更多的 Superbuck 超级病毒 这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象 而且呢他们变种速度越来越快 所以这一个RNA的这种 疫苗呢是永远赶不上 那个病毒变化的速度 所以呢计划赶不上变化 变化赶不上神的一句话 那神的一句话是什么 就是我参考的这个 创世纪 讲到说呢上帝创造的时候是物从其类 对各从其类各从其类 什么叫各从其类 都是在上帝呢在这个物种跟物种当中呢 他有划下了 一些鸿沟 这个鸿沟呢是没有办法被跨越的鸿沟 所以呢比如说呢 积温 积温的话积温他的那个积身上的病毒他不会跑 到人的身上病毒因为 他没有那个药匙 他没有那个病毒他没有那个药匙 那个生物嘛那个药匙长得刚刚好 可以让 我们身体的细胞的那个受体 可以接受 OK所以呢就进不去 这个就是 上帝呢他的智慧跟他大能他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他已经设下了这个鸿沟 可是呢 大家 也知道说过去 这个病毒一出来的时候 我们风火台就有跟各位报道说 这个是 凯美拉 就好像麒麟一样 他是不同的物种的混合 这是凯美拉 完全呢 已经是 违反了上帝 创造那个物种各从其类的 这样子的一个法则 OK所以呢 这一个 所以这个 冠状病毒呢 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冠状病毒呢他呢里面呢 并不是只有冠状病毒 他是有几个不同的冠状病毒 第一个他有SARS 他是冠状病毒家族 他有周三 蝙蝠 的冠状病毒另外一个冠状病毒 第三个呢 他呢有艾滋病的病毒 全部在里面 可是这个问题就在就来了 冠状病毒是冠状病毒 艾滋病病毒他不是冠状病毒 为什么这两个一个姓王一个姓李的 为什么呢这个姓王的生出来的呢 跟姓李的呢 两个会合在一起呢 就是姓王的鼻子呢 会跑到姓李的出生的小孩上面 讲一个就比如说为什么哈巴狗的 那个 鼻子会跑到狼狗的 身上去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OK 所以呢 这一个呢除非是经过人工合成的 OK 所以必须要经过人工在实验室里面合成 才能够把它综合起来 这个就叫做卡梅拉 OK把不同的物种呢 化阅了上帝 他自己的那个 界定的这个 这个鸿沟啊 然后呢就把它给 在实验室里面把它给创造出来 OK唯有这样子的方式 否则啦 光是照进化论他们本身的说法 OK因为他不相信有上帝 那如果是照进化论这种方法来 这种理论来讲啊 这个东西 从冠状病毒出现到现在 也不过才几十年的时间而已嘛 对不对上次SARS开始 那 你说这个东西他要跨物种的进化 这个你没有上几百万年 在随机的 碰撞碰撞里面靠着机力去碰撞出来 他要怎么跨物种进化 不可能的事情啊 OK 所以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福奇博士呢 当这个病毒呢发生的时候呢 疫情开始的时候 自己讲说是这个病毒是从一个 物种跳到另外一个物种上面去了 OK 那大家呢可以去 找过去的视频 他就说 from one species jump to another species 他非得要这样讲不可啊 因为你根本就找不到中间的链接 而且找不到中间的宿主 那么这个是人类有史以来啊 第一次的RNA疫苗 RNA疫苗呢就是呢 把这个病毒的那个上面 冠状病毒上面那个spike 上面的蛋白质的生物讯息码 那通过一个载体 然后 把它注到 我们的身体里面 然后呢 让我们的身体的细胞呢 接受的这一个生物讯息码 直接把我们身体的细胞 转化成了 制造这个病毒的工厂 这个呢跟过去的 传统的那个喵喵喵是不一样的 过去传统的喵喵喵呢 他是呢 是把死的 是死的病毒呢 把你打进去 或者是减弱到很低很低的 那个病毒的打进去 让你身体你去产生抗体 所以 完全不是说像现在呢 这个是等于一个木马屠城剂 这个是等于那个 Trojan Horse 一样哦 就说他呢是直接生物讯息码进来 OK 这是 从你里面让你自己的身体的细胞去产生那个病毒 然后再 让你身体的 引发身体的免疫系统来 来攻击他 攻击他的又产生那个记忆体 OK 可是呢 像这样子产生的一个记忆体呀 就说 跟这个 上帝呀 以他无穷的智慧 他给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是不一样的 因为呢 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呢 他是超级smart 如果我们这身体的过去没有 碰到这个病毒 他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啊 他呢 会大概有两三个礼拜的时间呢 要去发展出来他这个抗体 可是这个抗体呢 几个礼拜发展出来以后呢 他就 把这一个病毒的3D呀 整个的3D的那个面貌全部都记忆起来 这3D实在 创造天地 的耶和华神实在太了不起了 然后呢 这一个 3D的记忆呀 强到什么地步 病毒啊变种3% 或是5% OK 甚至呢 你以为他就看不出来吗 你以为上帝有那么笨吗 上帝设计免疫系统有那么笨吗 我告诉你 那我读过的一个那个病毒学家他说 就算你 病病毒变种的30% 变种的30%呢 这个 记忆体呀 这个上你 自己人体抗体所发展出来的这一个记忆体呢 他依然可以辨认出来那个 你的面貌 就好像说今天我认得你这个整个3D我都扫描过了 今天呢你只是戴个眼镜 或者是呢你戴个帽子 OK 或是你稍微化妆一下 我 那这个 我就认不出你来吗 还是一样照样把你认出来 OK 这个 这个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 所创造的那个免疫系统 有如此强大的能力 那现在的病毒的 病毒的变种呢 都是只有在百分之几里面的 都是在百分之几里面的 比如说百分之三百分之五 OK的这种变种而已 那这样子呢 难怪这个连这个 马隆他就讲说呢 哇通过这个自然的免疫系统所发展出来的抗体啊 他那是比那一个 你施打的那个喵喵喵 以后所产生的 抗体在对抗这个未来的变种的病毒上面呢 这个自然免疫的所产生的 抗体呢 是要强20倍以上 那么这个这个也就证明了 他说最近的以色列的案子 以色列的实力就是讲 以色列最早就开始施打 而且是大规模施打 而且很多都打在年轻人身上 OK 结果呢 后来呢发生的这些又再次的这个感染变种 病毒的现象 就知道说呢 这刚刚所验证他刚刚所讲的 而且他们比对出来的结果 就是说自然的 跟这个 接种过的 那么这两个的 对于变种病毒20倍 的这个 不一样 而且呢 另外呢 过去啦 就已经有许多的传言在讲说那个打了以后 比如说妇女 那个 那个惊奇会乱 月惊奇会乱掉 还有的他会流血 一直流这样子 那这一些的后遗症都没有被报导出来 那么呢 这个过去我也不想讲 因为只是听来听去而已 那甚至呢 我一个朋友呢 他是那个做中医的 那跟我说呢 最近的也是 就是很多病人来找他 他们都打过疫苗的 就说他的那个 那个惊奇啊 那个血啊 就是说乱掉了 你知道吗 这个呢 这一次的那个 特马隆呢 他在访谈里面 他说 那个其实现在呢 那个CDC也拨款 拨款下来 因为也注意到这些现象 所以呢他们也针对这一些的 撕打以后的这一些的 后遗症的 开始呢 来做调查 然后呢 来开始做报告 OK 那 这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包括什么 撕打过的比如说婴孩或小孩子 或是那个年轻人 以后他的出那个birth rate 就是说呢他以后的生育的能力 他以后生小孩 能够就说会被影响这个 生小孩的下一代影响他们 生小孩的那个能力 现在呢也开始 开始研究了 所以说无风不起浪 就的确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让人关切的 话题嘛 这些关切的事情 所以他们才会开始来做 这样子的一个研究 但是呢 现在呢为期太早 不能够太早下定论 但是呢现在呢因为被 撕打这个 的人很多了 那么呢他们就开始呢 有一直来研究这些的 现象 然后呢希望在未来的时候的 几年以后的时间呢 再把它推出来这个报告 好 那所以说呢今天讲来讲去啊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我是赞同的这个 比特纳华 跟那个 特马隆他们最早所制定的这个政策 OK因为那个年高危险群的呢 他们并引起并发症死亡的比例会很高 所以呢这一群人 撕打因为最少你这个风险 的评估下来还是值得的 这是第一个 可是呢对于这一些的 不是这一个族群以外的呢 那呢 我们是的确是可以通过 这个义维菌素啦 还有这个 还有所有其他的 这一些的治疗 而且是天然的 这些的东西 治疗他没有后遗症的 那这样子呢 产生的这个自然的 那个免疫的抗体 那这样子呢 这个呢 而且是有20倍以上 对抗 未来的那个 变种病毒的能力 那这个 就是上帝 所赐给我们的 免疫系统 所以各位 对上帝要有信心 消灭